接下來我會先講這個特效工房的部分 你也是點擊它,它長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 它當然不是隨便加,當然就是我們要找到一個地方好了 比如說這個地方好了,我把它拉大 也是一樣,我找到最開頭的地方 一格一格一格 從這個地方開始 以我的習慣我還是會先把它分割 但是我不會去選擇它要不要存留的問題 因為我要去做的動作就是 我只要這個畫面,中間這個畫面也是一樣 把它切割,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我只要這個畫面是我要多少時間 那接下來是要幹什麼呢? 比如說好了,我做一個很奇怪的東西好了 完全沒有邏輯,煙火 把它放到這下面 然後你會看到有個藍色的線 我剛剛做切割的動作就是為了讓它吸取這條線 拖曳到這邊,放掉 這邊有沒有煙火 然後呢,我到這個地方 也是一樣,在這一點把它消失掉 也是一樣,按右鍵 用割,把後面的煙火 沾掉,這時候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很符合邏輯的一個事情 道歉,這只是為了教學而做 通常而言,你要做特效是為了要有意義 沒有意義的東西,不要亂放 不然人家以為你在玩特效 所以你的特效這個地方 這邊有個Fmax,幾乎就是特效 這邊也是Fmax,就是放特效的意思 這邊有一堆特效 什麼水彩化、火焰 如果你有夢境的需求 或者回憶的需求 你可以放入這些東西 基本上這都是意境的問題 然後我現在講一下什麼是字幕 什麼去弄字幕 在這一個工具列下面 你可以按向下選動 這邊有一個字幕工法 你可以按給夥持了 點了它之後呢 你要怎麼弄呢 這邊會出現一個字幕鬼 跟這個檔一模一樣 好,這邊有個加 點了之後呢 它這邊就會出現時間點 15秒25格 在這個地方出現這個1的部分 點兩下這個地方 字幕文字 假設我輸入 這樣子 OK 好了之後呢 再按一下外面 這時候你們會發現 外面 這個預覽式窗 有個β的項目 然後呢 我要讓它講 講到 講到 講到這個 這個地方 然後把它切掉 移除掉 把它移到這邊來 也是一樣從這邊 拉到這邊 吸取到這邊 這時候 我的整個字幕 就是這樣 beta 一個很不合邏輯的煙火 又是beta 這樣子 這個就是放特效跟字幕的東西 如果你要改字幕的話 這邊有個p 這是在字幕工房這個地方 點下p 你可以改你的出底寫體 字型 或是什麼的 顏色的字 通常下面的字都是白色 不要亂改 然後外框也沒有 OK 確定 假設 這已經都做好了 假設 假設 這已經都做好了 好了之後各位 覺得我們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我們都編輯完了 應該要幹嘛 輸出 沒錯 點了輸出之後呢 各位 剛剛我們是說 我們都是輸出API對不對 那最常使用的是哪一個 各位 H.264就是MP4的檔案 H.264就是MP4的檔案 我在講的是H.264 你們呢 只要認清 這個檔案很好用 上傳網路用快 然後它檔案又顯化又清晰 它比較好 它是比較近期的規格 當然H.265 這個東西是最新的 那各位先用這個東西 比方你們在其他的電腦上播不出來 點了它之後呢 這邊有一些格式 那基本上很高興 它是停到D280XD720 都是30P 對 我通常都會設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是做專業的 那當然就調比較高 1920XD1080 30P 我也請各位記這兩個就好 其他的哩哩啦啦 你先正式不要記 免得你們會搞混 所以你們待會呢 如果願意嘗試的話 先記一下 1280XD720 30P 16MBPS OK 確定好之後 一樣 要從哪裡開始做 匯出資料夾 不要再進入什麼 PowerDurator 那裡面的16.0裡面 不要再匯出到這裡面了 然後選擇你要的路徑 選擇然後呢 命名你的檔名 1 存檔 然後再按開始 就可以了 好 各位可以試看看 這樣就結束一個影片 當然如果你有故事的話 就可以添加你的字幕啊 或是一些 特效音樂啊 讓它變得比較符合 影片所需要的部分 好 各位可以試看看 那好的話呢 只要輸入都好了之後 你們可以再預覽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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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